昨晚深水埗青山道发生严重车祸 警方自查为怕的车辆 一辆白色私家车的司机突然开车逃走 他连撞四车 还将一名逃经那里的66岁妇人撞伤 网上片段看到 肖仕男司机急速转弯 撞开黑色车后 再好像动作片般跳车狂奔 有目击者就和我们讲回惊险一刻 那辆车突然扭转了 又顶完就见到他 他想拔枪的姿势 想拔枪都拔不及车 一支箭标上行人路 已经有几架车 听到很吵了 有个人躺下在慢线 他的速度是相当高的 很快的速度 很多路人都躲在一边 都呆了 有些车辆已经慢车 爬到一边 怕有其他事故会发生 据了解 警方在涉案车辆 两件获怀怀疑毒品 而且怀疑涉案男子 并无驾驶执照 我们今天去到现场 路面情况已经恢复正常 不过马路上还看到一个 戴血口罩和残留的血迹 沿路都有不少黑色碎片 附近店铺都说听到巨响 撞车的声音 我从来看一看 看到有两部阿sir的车 看到有血迹 今天警方在上水区 捕一名32岁潘胜车主 案件亦列造狂乱驾驶 贩毒和无证驾驶 现由深水埗警区重案做更进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